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3月29日 乒乓球仁川冠军赛继续进行 台北名将晋级男单八强 林云如3比1淘汰韩国主力张宇珍 东道主遭遇重创 唯一的惊喜就是田智希首胜伊藤美成 避免全军覆没 台北名将林云如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以前拿过南兵世界杯季军 成为国兵主要竞争对手 林云如球伤很高 打法灵活多变 心理素质也好 临场调整能力极强 其反手拧拉式优势 让人感到头疼 唯独力量相对差点 因此不是特别擅长硬拼 喜欢通过节奏掌握主动 至于张宇珍也绝非简单角色 他是韩国队的主力名将 曾经战胜王楚钦 梁敬坤 林高远 尤其正手很有特点 具备一板直接得分 这段时间张宇珍表现不错 总的来说成绩较为稳定 张宇珍算是特别难打的选手 林云如没有绝对把握 就必须立足于拼 争取做到更好 去年林云如有过夺冠的经历 当时连赢王楚钦和马龙 上一战则是输给梁敬坤 张宇珍的威胁同样不小 主场作战太容易超场发挥 例如釜山时首胜王楚钦 这两位都算是顶尖高手 林云如排名高张宇珍六位 竞技水平非常接近 往往要看个人状态 国平球迷支持林云如 比赛开始后 第一局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林云如先变节奏 张宇珍没有准备 两人相持的质量都很高 林云如发球轮次更稳 以11比8先拔头筹 张宇珍有些无谓失误 林云如更加坚定 韩国队自己的主场 反倒让张宇珍守紧 另外两人心态发生变化 间接影响临场发挥 第二局 林云如关键分太手软 自己的机会球没有把握住 让人感到可惜 被张宇珍以时机比15 扳回一局 第三局 林云如稳扎稳打 充分发挥自己速度优势 张宇珍完全跟不上节奏 拿对手竟没有什么办法 正手想去侧身 却很难站住位 林云如全面领跑 轰出11比5 还以颜色 第四局 张宇珍背水一战 不过进攻失误率太高 没有林云如灵活 很难适应新变化 林云如5比1领先 张宇珍非常顽强 但还是林云如以11比4结束比赛 最终3比1淘汰张宇珍 接下来对阵马龙和林中军的胜者 林云如晋级八强 这个状态值得我们重视 教练组还要早做准备 此外 在五间进行的WTT人川冠军赛上 16进8的争夺轮 迎来一场中德高手之间的强强对话 也就是小胖樊振东 和德国老将弗朗西斯卡之间的正面交锋 虽然对手的排名和整体竞争力比小胖要落后一个档次 但由于对手也是参加过奥运会的老将 近期状态神勇 并有过在上一战的新加坡大满冠赛上 3比2逆转战胜马龙的经历 因此 这次弗朗西斯卡和樊振东正面交锋 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注目光 也需要小胖在比赛当中打得更投入一点 全利用自己的综合竞争力争取用最小的代价 战胜对手 锁定一个难单的八强席位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比赛进程和结果 双方守局 可以说打出了巅峰的效果和状态 开局 弗朗西斯卡进入状态很快 一度拿到4比2的比分领先 不过后面樊振东的中台进攻连续性很强 他也是用一个正手大角度进攻得分 4比4追平双方分差 后面弗朗西斯卡再度利用樊振东的失误 8比6小幅拉开分差 但樊振东幸运的擦边球得分 还有弗朗西斯卡的中路进攻失误 让双方又8比8占平 后面 关键分上虽然是樊振东率先9比8实现比分反超 并依靠发球直接得分 10比8拿到局点 但弗朗西斯卡的两次发球 同样转化成了得分 双方也是继续战成10比10平 11平和12平及13平过后 还是樊振东的高抛发球转化成直接得分 中远台的对攻当中 弗朗西斯卡的斜线回球直接出界 让樊振东15比13艰难赢下双方的第一局 占据大比分上的1比0领先 比赛的第二局 樊振东在艰难拼下第一局之后 这一局的进攻状态继续有所提升 他也是在前面比分挤咬的那框下 中局阶段6比3小幅拉开分差 并利用一个退到远台的擦边球得分 7比3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并引来全场欢呼 虽然后面的比拼当中 樊振东在被追到4比7的情况下 自身的几次主动进攻没能转化成得分 弗朗西斯卡也借机7比8迫近分差 但关键时刻弗朗西斯卡出现进攻失误 樊振东是利用连续打重复落点 把场上比分改写成10比8并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随着樊振东的抢拿中路直线造成 弗朗西斯卡回球直接出界 11比8樊振东又赢下双方的第二局 比赛的第三局 樊振东又是3比0开局 并逼迫弗朗西斯卡直接脚暂停 暂停回来 樊振东是继续4比0拉开分差 并在后面利用反手进攻保持了5比1的比分领先优势 樊振东在揭发球的选择方面做出一些变化后 也造成了弗朗西斯卡的不适应 这让樊振东继续保持6比2的比分领先 虽然在弗朗西斯卡大小分都明显落后的情况下 弗朗西斯卡也打得非常主动 敢于上手搏杀 大角度拧拉 但樊振东还是敢于在局末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用各种大角度的进攻来调动弗朗西斯卡 并以11比6的比分又赢下双方的第三局 这样他就以15比13 11比8和11比6的比分 3比0完胜弗朗西斯卡 成功锁定一个南单的8强席位 让我们恭喜樊振东 也期待着他在后面的出色发挥 而外协会高手的比拼当中 法国17岁小将打疯了 费利克斯 勒布伦3比0横扫德国名将奥加洛夫 世界冠军被淘汰 费利克斯晋级南单8强 迎战雨果 卡尔德拉诺 法国小将费利克斯 勒布伦是新生代的佼佼者 别看只有17岁 世界排名高居第五位 仅次于国拼四大主力 其纸板横打技术非常先进 从前三板到相持都很厉害 而且打法也很灵活 这一年以来成为四强的常客 目前哥哥埃利克斯 勒布伦已经出局 输给雨果 卡尔德拉诺 奥加洛夫是德国队的主力 成名已久 被大家所熟知 最高排名世界第一 现在是第11位 拿过南单世界冠军 还有两届奥运会的铜牌 其实35岁的老将 还能长期保持在一流水准 的确值得敬佩 背后肯定付出很多 马龙是奥加洛夫的克星 以往多次交手 取得全胜战绩 勒布伦兄弟 是国拼这个奥运周期的主要对手 哥哥埃利克斯 勒布伦威胁更大 因为赢过一次樊振东 再度相遇 输得也不难看 弟弟费利克斯 勒布伦排名虽高 却不敌王储钦 马龙等人 其原因跟打法有直接关系 纸板还是存在着局限性 至少灵活程度相对而言会差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